2023年2月16日 耶稣 我永远与你们同在 传导 John's Moment 一者 扬声传导 所有人都是合一的 在你们内心深处 你们确实知道这一点 唯一的是母神父神上帝 源头 爱 你们 只有这是真实的 任何人 和与爱不一致的感觉 或感觉都是不真实的 暂时的 不会持续 不会有任何不真实的记忆 来提醒你们 在你们将要醒来的 噩梦或梦境中 痛苦和苦难 似乎经历得极其真实 就像你们现在正在做的那样 一切都很好 你们知道这是神圣的真理 爱就是一切 没有别的了 你们每一个有知觉的人 在你们永恒存在的每一瞬间都被爱所拥抱 当你们感到怀疑 焦虑 怨恨 愤怒 不配或不足时 放松到这种感觉中 放松到这一意识状态中 有意识的 有爱的接受自己 并允许你们所拥有的爱去化解任何看似存在于你们体内的东西 这些东西会鼓励你们相信你们并不像你们一样完美 你们并不是神圣爱的完美表达 我 耶稣 永远与你们所有人同在 不断地爱着你们 拥抱你们 并不为所有仕途分散你们认识自己的消极自我判断的想法或思想 无数丰富最美丽的神圣存在 灿烂的光的存在 母神父神上帝的永恒差异表达 你们从来没有被抛弃过 哪怕是最短的一纳秒 然而你们却选择了非常短暂地 体验一种完全虚幻的与源头分离的感觉 这从未发生过 但当你们以一种你们难以接受的真理的形式生活 在你们的人类生活中时 然而 当你们选择进入内心 进入你们最神圣的内心避难所 并非常积极地邀请爱进入并拥抱你们时 它会的 你们会感觉到它 尽管经常你们的自我会尽力说服你们 你们在想象它 它是不真实的 当然 这是唯一的现实 你们的自我 以及它们试图强迫你们相信的不爱你们的态度 判断和行为都是不真实的 你们共同构建了一个明显广阔的环境 因为你们拥有巨大的力量和想象力 在这个环境中 你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渺小而微不足道 因此 你们编造了一个不真实或虚构的实体来引导和保护你们 使你们免受巨大和过度威胁的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 你们发现自己是形式上的存在 自我 然后 你们给了它力量 你们的力量 它从那以后一直对你们使用它 因为它担心你们会意识到你们对自己的伤害 所以解散病中止它 你们会的 一旦你们完全不需要它 作为形态中的人类 你们已经成熟到成年 并学会了操作这些形态 不幸的是 绝大多数形式上的人还没有成熟 因为他们的自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努力地工作 以确保他们的内心住着一个小而害怕的孩子 一个不断需要他们保护的内心孩子 作为人类 你们的个人任务是充分成熟 同时保持童年的天真 好奇和快乐 您是快乐的 快乐是你们的天性 但在婴儿期和童年时期 你们都经历过创伤 因为你们的照顾者的内心恐惧的孩子 试图控制你们 担心如果你们真正发展了自己的自主性 你们会看到判断和谴责他们的不足 当然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如此 他们加入了一个无休止的受创伤的成年人的回圈 他们没有也似乎不能 成熟到成年 当我告诉你们要成为小孩子时 我并不是要求你们保持幼稚和不成熟 而是要求你们保持小孩子表达的如此美好的快乐 天真和好奇 这样你们才能成熟成成年人的智慧 同时保持每一个新生活和充满爱的时刻的旌旗和快乐 你们的觉醒就是这样做的过程 就是在你们自己的内心发现对现实的认识和体验 你们与母神父神上帝永远是合一的 而这种分离从未发生过 正如我已经多次告诉你们的 你们的觉醒是神圣的保证 现在正处于实现的过程中 进入最美丽的花朵 让你们再次感到高兴和惊奇 因为你们再次认识并体验自己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你们都是完全自由的神圣存在 即使你们化身为婴儿 你们也是自由的 然而 无论你们出生在哪种文化中 都有自己早已确立的规则和规定 这些规则和规定代代相传 当你们从婴儿期成长到成年期 你们会发现你们不是自由的 你们应该毫无疑问地与这个社会的文化规范保持一致 并接受它们 显然是因为你们自己没有选择 你们出生于这个社会 人类的父母永远不会停止爱自己的孩子 尽管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所发生的是 人类的父母实际上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适当地养育自己无辜的孩子 他们害怕被别人看到和评判自己的不足 与其让他们的孩子有空间和自由 让他们按照自己预先计划好的人生道路 自由成长 发现并认识自己是神圣的存在 父母在他们的恐惧和焦虑中 试图控制和指导他们 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并至少在其他人看来是称职的照顾者 这当然行不通 而且会疏远他们 觉醒就是充分而彻底地认识到你们是每个人 并且一直都是完全自由的主权存在 是由你们的天赋在爱中从爱中创造出来的 现在当你们阅读或聆听这条资讯时 我正在亲自向你们每个人指引 你们正在觉醒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你们正在充分和最奇妙地认识到你们的真实本性 认识到你们之所事的真相 与你们爱的源头 母神父神上帝 爱在他所有的华丽和荣耀中 是完全自由的神圣存在 你们亲爱的兄弟耶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